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家一家开来到火车站对面 这边有一整排都是翻新的店家 往隔壁走就是咖啡减餐 光外带摆盘也很讲究 各类型餐饮都有 三年前比起来是差非常多 大部分都还是餐饮 80% 人口95万的潮州因为地理位置优势 往屏东市区及恒春的中继站人潮汇集 让外地人现在想到潮州 已经不单单只有红了好几年的修林冰 还是探考修换备 网美餐厅也成了正上一大特色 退休后的陈先生从彰化到潮州开店 手冲咖啡搭配简约的唯美装潢 每个角落都很好拍 没想到就有一些网红 一些部落客人就喜欢这种风格 这也是我们当时是有一点出乎意料的 有人从外县市来的吗 大部分都是从外县市的 网美景点也包含白色帐篷 欧式风格的户外野餐 好拍同样好放松 吸引不少年轻游客 各类型餐饮近期蜂涌进驻潮州 如雨后春笋般大爆发 三立兄土稳权热笔箱屏东报导